好啊 再度各位更有自觉的说辛劳 那我刚才生一个肚子还有一个什么都在学籍 哪有资格说什么辛劳 但都想一想 但我太多感恩的东西 本来我可能做不了母亲的 因为我有那个什么都轮抛 什么轮逃症 因为我从小就知道我那个月是不准的 我也想过以后啊 因为我嫁人之后会被退货啊 咔咔咔咔咔欺负啊 都有很多 所以结婚的时候我就跟郑晨讲 我可能生不出孩子了 你父母OK吗 然后她说没关系我们领养啊什么了 不生也没关系 当然了 嫁过给她就知道肯定不行了 所以我就很感恩 当我结婚一年之后 我婆婆对着那个狗狗 那个李李啊常常被搞大 后来我找了方法免费帮她接杂了 这个不用担心 对她看到那个狗又婉姻的 就跟着李李讲 啊该婉姻又不婉姻 那时候我就开始祷告啊 那怎么办呢 啊 然后我妈妈自己的妈妈都跟我讲 啊你要看你要祷告 看你上帝要怎么安排你 然后我们就开始啊 就是看缘分啊 然后就中奖了啊 啊我的孩子今天很感恩 很可爱啊 啊因为我都有祷告说啊 啊如果孩子长得可爱啊 供婆都帮忙照顾 结果真的啊 然后不久之后呢 就因为这个胜利急不准 然后去厌就说我不认证 然后后来又中奖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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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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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非常感恩上帝在我生命中的安排 让我今天可以做母亲 因为我的PPT呢 好好好 然后呢 我姐的对于孩子我蛮亏限的 因为我来到了 我很想做很多的事情 先介绍一下 我是香港嫁过来的 在座可能有一些人都没有机会 跟我认识啊什么的 然后我也是拒绝了政权很多次 因为恩典呢 很多认证 然后嫁给了政权 所以也有机会再分享我们的爱情故事 然后我姐的对于做母亲我蛮懒惰的 因为我 我姐的我蛮贪心 我想做的东西很多 然后照顾孩子的话 我是没有三餐给他吃得很好 因为像嘉丽一样 他孩子没有蛀牙 我没有每天 很整齐都没有一点点蛀牙 直到很有内心 但我的琪琪他常常不给我穿 我就懒得穿 然后我也是放痒的 也没有很紧张 然后像梦珠的孩子 我姐的都像星星一样 都像发光芒 我也是很会读书 那我好像专注在孩子身上不多 所以我这点 我也跟正前在祷告说 我真的要补足一点 然后对对对 然后我讲一讲啊 嫁到山上我没有很 当初是很理想说 啊就地主什么 我们家家那个地都很多啊 都啊 就是看重的不是说山里面有什么 反而是看到很无聊 好山好水好无聊 那你每天对着 而且我皮肤很敏感 被那些穷咬啊 都会溃烂 所以都很痛苦 然后嫁过来两年之后 也没有收入 我自己作为妻子 我没有收入 然后我就祷告说 啊 上帝你再不给我发飞 我妈妈说 我读那么多书 加入农村不知道干什么 只生孩子 她确实觉得蛮心疼的 然后我就祷告说 啊 上帝你放我在这里 我又不知道干什么 啊 如果再让我看不到出路 我的生命的话 没有盼望的话 那你我就回香港了 啊 我管你什么认证 然后就跟他赌气 然后我就祷告 真的 然后我投 我会写字眼 啊 啊 写申请的案子 结果上帝让我从 啊 这三四百个台湾的那些 为写案子的人中奖啊 我觉得靠的真的不是我 我自己啊 就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今天我要出来讲见证 啊 下一页 啊 也要我解答啦 我们女生 不管你有没有救妈妈 上帝真的很看重我们 因为今天我站在这里 不是代表卫木齐的妈妈 我代表上帝宝贝的女儿 我不是她的老婆那么简单 而且我要讨好公婆 因为从小到大就是 我爸爸重男轻女啊 常常家暴 我从小就想讨好我的父母 我们工作给的家 家庭就是经费是 大概台湾一个人的薪水啊 我也未愿意给 但嫁给正前之后我都没有了 但我父母也没有要求 但从小就是想讨好父母啊 嫁过来之后 可能又想讨好公婆 或者帮助老公很多 但上帝提醒我 什么都不要你做 你不是来做她的 单单做她的副作者 你要在这里 我带你来这个地方 是要你做我的女人 你享受你的生命 在里面你要有你的底线 啊 那个辛酸婆析的都不讲那么多 以后你们自己会面对 但上帝好 再一个对但上帝就告诉我 啊你不是要没有底线的 你要在神里面 爱你的家庭爱你的自己 好下一页有的自己爱吗 对下一页 所以呢现在是山上顾山顾水顾小孩啊 然后哇今天的经文很好 我觉得当地啊 让我们做富人啊 不是说啊不要美美漂亮漂亮呢 还是要美哦 为什么呢 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 都蛮震撼的 他说啊 有讲到说 啊 我们啊 其实上帝不是中男性女 为什么他 我之前有跟牧师讲嘛 哇上帝对女人的要求好高哦 是不是太苛刻了 但然后来讲不是 他真的很看重我们 今天我们不是要拉拉他 他搞到自己很辛苦 因为这一段经文有讲到他又穿紫衣啊什么 我们要给人家外面的影像就信上帝很好 我们可以很美丽 但当不是外表的美丽 就是我们可以打扮的干净利落 我们又可以顾好家庭 顾好自己 然后啊 再一页 对 然后啊 开口要发自慰 然后又要恩赐啊什么的 我觉得都很棒 所以啦 我觉得 无论你是不是作为母亲这个经文 也是上帝给我们的要求 对我们的期盼 好 下一页 好 对自己要有 因为今天说母亲的心 我觉得不单单是母亲的心 我们对自己要爱自己 在上帝里面爱自己 那对于家庭跟上父也是很需要 好 下一个 每天这样举床有点困难哦 但就是叫自己不要懒惰 作为一个家庭的母亲不要懒惰 是非常好的提醒 这个我还是要努力 好 下一个 然后啊 不单单顾自己家庭啊 顾社区教位 然后上口的材料 我觉得也是 有时候现在做的妈妈都不打扮自己 这个也是蛮不好的 对 因为也是顾着家庭的形象 好 然后丈夫也是要好好好 这样 好 好 但今年呢 我们都去年等等都做了很多 小帮手的打工万叔 要跟他们分享见证 我是觉得在山上做的是很棒的 好 然后有很多网红啊 年轻人来看我们的生命故事 他们就觉得我们基督徒很优秀 回来买了不小东西 好 然后我们有做肥皂啊 同行啊等等 好 然后今天我们母亲的礼物也会有这个哦 因为在山上的部里一起做的 好 这个也很好用 这是我做的 这是我做的 我们山上做的地区工作 因为单单东西 跳快一点 帮我跳快一点 每三秒跳一次 好 然后呢 跳跳 有没有 有没有那个字里可以按呢 好 然后呢 那我们也今天去了越凡的学校哈 中疗那边有一些教学 我给的这些都是我想做 因为我以前在香港做社工也是想做的 然后带着孩子这样服务社区 我给的非常的棒 让他知道我们不单单是顾自己在山上赞钱 透过赞钱助于我们可以服务社区 这个也是跑去中疗去做一些不赚钱的服务 对 然后也是带着那个小帮手 我也不会开车 就被他们撞破的车也是这样去做 然后也办了很多的活动 然后这些就是年轻人帮我们来拆回的 全部都免费的 这个是无价上帝给的恩典 然后也有很多大学生来过习级啊 但牧师有提到我说 那些人走了又会走 我们留在他们生命上有什么东西呢 所以那时候我都反思我们孩子在这里生活 儿主是不是也是个很好的平台 让我们可以发挥呢 所以我就很感恩看到儿主 很多很棒的年轻人跟老师 大家一起做分享 但我还是觉得我们不是社区中心 我们找个定位 正在儿主也在探索中 这些也是非常的感恩啊 作为一个夫人 我觉得上帝马带领我 去帮助我们的工作 可能很偶偶 要怎么按回去 最后那一页 最后那一页 再上一页 对 这个提醒得非常好 他说 作为财的夫人 上帝好像很重视我们 但靠着丈夫也有责任 就是要多赞美我们太太 你不赞美就不行哦 因为你赞美我们才会多做 丈夫的教室很重要 比如我们面对婆媳啊 面对家里啊 面对我们自己的工作 不要说我们要职探成能 现在作为女生很难的 都不想结婚了是不是 都不想结婚负担太多 而且我们有能力赚的钱 随之比老公多嘛 我干嘛要被家庭绑住 所以现在的母亲或者现在的女生 比以前挑战更大 何况要留在南投寺 这个了不生蛋的地方 我觉得更大的挑战 但如果上帝愿意 我们留在这个教会 留在这个江夏的地方 他肯定会给我们满满的恩典 超乎理想像 你回家啊 你去台北更加 风风生生的祝福我们 所以我非常感谢上帝 给我现在所有的经历 所以今天一定要赞美他 谢谢上帝让他疼我们 谢谢